点Uber Eats外送刷卡付费 因为平台是境外公司 消费者就得多付1.5%手续费 未来这费用能省下来 因为平台发出重要通知 写着Uber Eats 预计在2021年2月 转为境内公司 不过对外送员来说 等于赚的钱就要缴所得税 变境内的就只能这样 看他自己会不会调低一点 就是我们要开始缴税 那其实等于说这样的一个薪资 其实跟外面是差不多的 开始缴税增加支出 外送还好赚吗 如果外送员一个月能赚7万元 年收入84万 减去40.8万的扣除额 等于43.2万元 落在5%税率区间 算下来一年要缴2万多元的所得税 目前Uber Eats规定 外送员接单扣掉25%给公司 免缴税 如果多了税收支出 对外送员来说又应降低 那我们当然会希望 就是公司可以降一点 毕竟他如果从另外改成境内 就是成本啊 就是汇差 就是都已经没有了嘛 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些 就是放回我们身上 毕竟我们税的部分 还是我们必要缴啊 因为现阶段的话 他必须要全额所收到的钱 来开立发票 那未来如果改为境内公司的话 他只就他实际上所拿的佣金部分 去缴营业税 在一来一往的时候 结实际上的税负是相当的可观 尽管相关通知已经在外送员社团流传 但业者回应 这案境内准备作业复杂 还没正式公告 包括时间点 外送员报税方式都还在业底中 三十人陈瑞是树银投导 四十人陈瑞 所以